对于很多人来说 想要在自己的领域内 做出一番成绩来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谢雷做到了 作为那个时代的歌王 他真的是很对得起 大家给他的这个荣誉 不断地给大家带来 很好听的歌曲 但是岁月不饶人 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 甚至之前 因为心肌梗塞 直接倒在了台上 之后这样的事情 还发生了两次 这样的事情 她的歌迷们都很担心她 自然她并没有结婚 自然也就无儿无女 这让人们不禁担心 她的未来 82岁宝岛歌王 谢雷曾因心脏问题 送医急救 后来一度因 心肌梗塞送进手术室 开刀长达11小时 才捡回一命 前后历经三次心肌梗塞 谢雷也曝光了自己的境况 并首度自曝 身上还有个恐怖影集 发作时会痛到无法走路 猛炭已经缠身近30年 谢雷自1964年 踏入演艺圈 出道至今58年 出版专辑超过100张 还是台湾第一位出版 国语专辑的男歌手 正是全台第一位 专辑销量破百万张的男歌手 宝岛歌王的地位不可撼动 82岁的谢雷 1964年参加 警察广播电台举办的 歌唱节目出道 当时她是以亚军的身份 和警广签约 之后也出版了第一张专辑 谢雷之歌 而这张专辑同时 也是台湾第一张 男歌手的专辑 结果意外畅销 唱片邀约也接中而来 之后她虽受邀参加群星会 但仅仅担任 大咖艺人演唱后的暖场角色 直到某次节目出现 三分钟空档 为了避免开天窗 谢雷与张琦 被临时要求上台合唱 没想到一曲 月下对口被说好评 让两人出场走红滋味 这一让谢雷被相众发行首张专辑 销量卖破50万张 奠定在歌坛的地位 之后与张琦合唱的 傻瓜与野丫头更是捧红了两人 不仅将演艺事业攀向高峰 也让两人被封为一目情侣 谁也想不到 这一年居然成为了谢雷 攀上巅峰的一年 原本的她 只能是综艺节目的背景版 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谢雷就是那块神闪发光的金子 她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而当时的她等到了这个机会 之后谢雷也推出了新专辑 专辑中的《苦酒满杯》 改编自台语歌曲《杯练的酒杯》 但戒严时期 金总认为这首歌 是在暗示人民苦酒满杯 下令禁调这首歌 没想到却越惊越红 短短半年 这张专辑也卖破百万张 随后 人气扶摇直上的谢雷 不仅展开全台歌厅巡演 还获得国外秀场演出的机会 连电影片商都相中极高人气 邀约演出电影复兴的人 并演唱主题曲 事业攀上巅峰的谢雷 开始将重心放在海外演出 但在1974年 谢雷到菲律宾某夜总会演出时 因为接下来还是赴香港演出 便晚去夜总会老板的家常要求 于是 还被老板检举 以公益之名 行商业之时 遭到遣返回台 最后也被政府禁止出境 而那几年 她不仅无法到海外做秀 也没有电视通告 谢雷只好在秀场 虽然演艺事业陷入低潮 但天无绝人之路 谢雷靠着首张台语专辑再度翻红 在1988年时 她发行了第一张台语专辑 短短三个月 这张台语专辑就卖破70万张 也唱进许多歌手梦想中的 音乐殿堂红堪体育馆 作为歌手 她心中也是有着属于自己的目标和梦想的 但这一路走来 她几经坎坷和曲折 每次似乎都看不到未来 但是每次却又都成功地走了出来 与此同时 谢雷的健康 吕亮红灯 1998年 她说要在香港红堪体育馆 开演唱会时 没想到唱了三首歌后 突然发病 因心肌梗塞 送医抢救 2009年再度因相同的问题 送进手术室 历经11小时开刀捡回一命 10年过后 她回忆几致段往事 她说当时原本 尤雅先登台演唱 但她开唱前 就要求更换顺序 让她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就上台 雷为受命的她 和五群荒的手脚 秀服还没换好 就匆忙登台 归心急的情况下 才唱到第二首歌 就握不住麦克风 心急之下 才会心急梗塞就医 但在香港红堪演唱会后 谢雷于2008年时 在彰化演唱 又因心脏问题 紧急送医 索性在紧急开刀后 捡回一命 历经多次生死劫难 谢雷也感慨地说 别人一次心急梗塞 就说拜拜了 我还经历三次心急梗塞 都不知道老天爷这决定 对她是好还是不好 没想到 谢雷除了心脏问题外 还有另一大影集 痛风 病痛缠身长达20至30年 谢雷首度透露病况 直言以前都不讲 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她以前喜欢吃内脏 鸡肝等比较油腻的美食 只要痛风一发作 就很恐怖 痛到无法走路 现在她为了身体健康 都不敢喝火锅汤了 对谢雷来说 自己的身体 自己自然是最清楚的 所以她知道自己 该如何做 才能让自己能够 更加健康一些 但是面对自己的疾病 她并没有抱怨 反而还能够乐观地面对 这让大家没能想到了一点 一生未婚的谢雷 维尔公开承认 曾经论及婚嫁的女性 是江霞与张奇 不过最后却无解而终 但大白杀的陈金沛 在白冰冰的节目上 却称谢雷老gay 这样她无法接受 愤而告上法院 出道以来一直形象良好的谢雷 唯一一次闹上新闻版面 也就是这件事情 她也表示对白冰冰心寒 最后甚至把陈年旧账翻出来 怒批陈金沛20年前 欠她百万元 却未归还 诉讼过程中 双方原本谈好和解 陈金沛却认为 刊登道歉广告太废 而破局 不仅判她要赔谢雷50万 还要在三大报 娱乐头版登报道歉 但其实谢雷 曾有过两段 论及婚嫁的感情 对象分别是江霞 和昔日荧幕情侣张奇 不过最后都无迹而终 也让她的感情世界始终沉迷 最后判决出炉 陈金沛败诉 两人因而闹上法院 之后她和白冰冰言和 她也强调一辈子 都不会原谅陈金沛 此外 谢雷的亲生大哥 曾爆料谢雷独占姐姐遗产 谢雷的大哥多次向她 学问遗产分配的事情 都遭聚接电话 因此让大哥 愤而爆料提告 据说谢雷独占一间 要加1800万元 牧山的房产 与北港的一块地产 据谢雷亲生大哥表示 因她幼时就移居香港 但是谢雷致电 告知姐姐病逝 并有留有遗产给三兄弟 要大哥回台 申办身份证 护照 好办理遗产继承 过户等程序 不过因为她人远在香港 因此签了授权书 委托给谢雷代办 只是没想到 当官司结束时 姐姐的遗产 竟然全部归在谢雷名下 当初说好的军分 完全不一样 后来多次打电话 询问谢雷 也总是被她找借口 一拖再拖 而大哥友人 也谴责谢雷 那么有钱 他哥哥80多岁还生病 生活困顿 遗产就一套房屋 一个地 也要得分三分之一吧 不过 记者致电询问谢雷这件事情时 他坦诚确有此事 但从未独吞遗产 他透露姐姐生前曾表示 有一间房产 留给中风多时的二哥 但继承官司繁琐 大哥又远在香港嫌麻烦 三兄弟无意继承 远打算充公 但二哥的儿子认为 充公可惜 谢雷才帮忙跟政府 打继承权官司 虽然房产地产 是登记在谢雷名下 不过他将房子 留给二哥一家人住 而北港的地产 则有姐姐的 无血缘关系的孩子 出租给旁人使用 对大哥及友人控诉 他无奈叹道 他的姐姐生病时 有付过半毛钱吗 兄弟走的这步 真的很难看 谢雷也说 其实大哥生活非常富裕 但却硬要夺走 二哥唯一欺身之地 前几年大哥 有次趁他出国商宴时 特地到台湾看房 并指着二哥骂 你是乞丐吗 为什么不搬走 让他事后得知很难过 谢雷透露大哥 十岁时 移去香港 直到结婚后 才回台和家人碰面 平常跟家人 根本没有往来 现在却因为姐姐遗产一事 来跟他闹翻 让谢雷无奈表示 真的很厚脸皮 而之后谢雷的大哥 也向媒体爆料 谢雷农用姐姐 六百万元存款 看到此一报道 让谢雷决定要带 二哥的儿子 亲自火线澄清到底 据自由时报报道 如今82岁的谢雷 因为心脏问题 每三个月就定期 到医院回诊 如今的他依旧活力 推出台语新专辑 跳过让过 之后还连续两天 拍摄新歌MV 正他自信地说 少有人像我一样 过了80岁还出唱片吧 他出道以来 发行的专辑超过百张 比着台湾第一位 唱片销量 破百万张的男歌手 去年他就和新生代 台语歌手子军 合唱新歌 定情的摊歌 让许多粉丝都相当兴奋 今年82岁的谢雷 还是不少阿公 阿摩心目中的大偶像 多少柔情多少泪 苦酒满杯 九国英雄等歌曲 至今仍鱼音绕梁 浑厚的歌声 伴随过不少粉丝的成长 虽然谢雷的年纪 也已经大了 身体也不再硬朗 但他还是在坚持发歌 坚持为大家带来 自己的作品 他的这种精神 实在让人钦佩 虽然属于他的时代 已经远去 但他还是拥有着一批 装实的听众 虽然谢雷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但是他能够把自己的生活 过得有滋有味 希望他能够一直开心 在之后的日子里 尽情地去做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